這是中央 潛艦官兵弟兄加油 任務順利成功 這是四溝超收 謝謝總統關懷 台灣這種特殊的環境情況底下 潛艦在我們國防上是很具有戰略性的意義 也就是因為這樣長期以來 中國對我們採購潛艦加很大的壓力 我們現在在服役的潛艦 一方面數量不夠 一方面都非常的老舊 所以我們決定說 我們有能力來自己打造我們自己的潛艦 通過上任以後 把國防財源放在1加2產業創建中的機關 不僅讓國防巨傘可以從3層的產物 變成了研發跟製造 更帶動中間產業的發展 增揚我們自己的國產 我們經歷了北界國造的一年之後 都會是我們造船業的經營 作獎人員 海軍造航發展中心主任 邵維陽少將 台船顧問楠毅先生 當年向總統報告 審責的作戰運用 全班作獎 所有國能進一步掌握海權 當年無師 貢獻醫生所學 特別感謝楠毅先生 貢獻醫生 貢獻醫生 昌龐現在開始興建 以潛建國造作為永遠的目標 也跟國防單位產業界 都表達了一個很強烈的決心 身為三軍統帥 來引導大家面對挑戰 克服困難 你們有越有錢 跟國氣越靠越來越交 超多總統 潛艦戰隊 為海軍戰艦 為國家正方 台湖軍艦 結束 這是台灣潛艦活到歷史上的第一步 我們今天將要畫出這第一步 現場台軍 募過全艦退役的人 全艦不照變得散 散 我們新年總統掌聲新競爛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嗎 喜歡的話請訂閱 並且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我們會釋出更多獨家內容的影片 敬請期待